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K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的胡桃米粉湯黑白切 這是一家新開的米粉湯店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生意很好 它就是在這個堪爐咖啡店的隔壁 之前我曾經有來拍過的那個慈先生的隔壁 那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那聲音感覺蠻好的 不曉得我一個人有沒有位置坐 那店內的就是一種懷舊的氣氛 蠻多人的 那牆上就有這個 那牆上就有這間店的黑白的照片 前面老店 好,那非常忙的感覺 喂,一位,內藥 一位 好,那桌上就有一些推薦的菜色可以看一下 那我就分段照 這是第一 第一 第一種的菜單 好,這是菜單的下面 好,那我就點個兩三種來吃吃看 應該算四個啦 好,先畫好菜單再結帳 那全我的多少 好,謝謝 一個小的葡萄皮 然後一個,都是大的嗎 對,大的 很大碗嗎?應該還好 還好 還好,OK 然後一個乾黏肉 對,乾黏肉 然後一個火鍋就這樣 對 先消費期間162 162 好 那一共是162 還好 是的,沒錯 好,謝謝 好,謝謝 初餐區就是在這邊 好,那用餐區大概可以做 五十幾個人吧 那只是初步 好,不錯 這邊可以喝兩杯 也是有賣啤酒 好,那這邊就有這一家店的地址跟電話 可以按暫停鍵看 好,那這裡也仔細照一下 它寫說他們原本是通話街米粉湯 按暫停鍵就可以慢慢看清楚 那這個是之前 那個老闆娘的照片 好,那這個是我對面小姐點的豬皮 看起來好像還蠻 蠻好吃的感覺 好,那總之 就是對面小姐他們的看起來也蠻不錯的 好,因為我今天桌子比較小 所以會跟這個其他的菜重疊在一起 好,那這個是滷肉飯 看起來還真的蠻不滋滋的 好,現在吃吃看 幸虧它這個口味還蠻傳統的 不過看起來它的這個料 料頭好像稍微少一點 好,吃起來就是 甜中帶鹹的感覺 還不錯 很傳統風啊 但是就是其他地方就擺一擺 也許要攪一攪 好,那現在個人目前的感覺 我覺得點大碗的話 大概是兩個人可以吃的碗 這樣我稍微點多了一點 豬油的香氣還蠻濃郁的 好,再拌開也比較好 拌開就 稍微把它味道稀釋一點 不然剛剛直接這樣吃 稍微感覺鹹一點 好,那個人覺得還不錯 好,那個人覺得還不錯 好,但是總感覺味道 不知道少了什麼 好,那我覺得分數是 86分 好像少了一點什麼味道 我也不知道說不上來 好,那就還OK的滷肉飯 也許是少了Taku One吧 就是少了一個味道來配 個人是這樣覺得 或者是滷蛋什麼的 好,我想應該比較厲害的是米粉湯吧 然後這個是 柏拉皮米粉湯 還比較少見 這是小魚米粉湯 然後裡面就是有 油蔥樹跟芹菜粒 然後柏拉皮跟 跟米粉 恩恩恩 這個 這有一個傳統的老味道 好,好吃 感覺它湯頭就是有把 內臟類的東西往湯裡熬 還有大骨的味道 還有大骨的甘甜味 米粉湯就很傳統很好吃的感覺 然後還多了這個 海鮮的香氣 這個 個人感覺 米粉湯比 乳酪飯更好吃 個人感覺 所以個人覺得 乳酪飯跟米粉湯比的話 我覺得 就點米粉湯就好了 乳酪飯其實 可以跳過啦 你懂我意思 你看 這家的 乳酪飯跟他自己的米粉湯PK起來的話 是米粉湯比較 一面比較大 米粉湯的米粉還蠻Q的 軟Q軟Q的 嗯 好像還蠻大碗的 所以我覺得它分數有93分 很好吃 嗯 越吃越順口 然後嚼起來蠻香的 有那種 海鮮的香氣 好吃 跟一般的米粉湯 稍微有些不同 湯頭也蠻甘甜的 然後還有點小蝦在裡面 嗯嗯嗯 好吃 它米粉湯確實厲害 米粉湯的話 我會想要再 再回來點 不錯 很特別 然後它的料也蠻有誠意的 隨便咬都一直有料 米粉湯很好喝 然後也很好吃 湯頭很甘甜 那這個推薦 很好吃 這個是米粉湯的部分 那這邊再咬一下 可以看到它這裡面 都很多料 其實料放得很足的話 味道就很好 這也蠻適合小朋友吃的 蠻營養的 很有誠意 難怪它生意會好 好 再來是這個 燙白蘿蔔 看起來好像弱弱的 那現在吃吃看 看起來了 我現在吃吃看 就純粹是以蒜蓉醬油膏 絕勝負 如果不沾的話我吃吃看 老實講 這個蘿蔔沒有很甜 但是還可以 沾了蒜蓉醬油之後才會比較夠味道 好 單吃沒有那麼甜 那個人覺得這邊的小菜就是有香有弱 那如果這個的話 我覺得分數是 78分 稍微弱一點 但是還可以 那當然口感就是看個人 我覺得還好 各位來吃 也許你覺得好吃也不一定 但是以這次蘿蔔來講 我覺得沒有那麼甜 好 那再來是乾蓮肉 相信這個 肉類應該是會蠻厲害的 那現在吃吃看 上面就是有薑絲 香菜 然後蒜蓉醬油 跟 乾蓮 那乾蓮肉切得很薄 厲害 薄薄薄 很薄薄 要我切還不見得切得出來這麼細 要我應該會切厚一點 還可以 那乾蓮肉吃起來感覺是偏瘦 所以它小菜我覺得是有強有弱 所以我 這個乾蓮肉照理講應該要再 再油潤一點 比較柴一點 所以我覺得乾蓮肉的分數是 75分 那到小菜就稍微掉下來一點 但是它米粉湯是很好吃的 嗯 相信啦 相信這個 店家一定會繼續再加油 所以這個小菜應該後面會變得更好吃 這個應該只是 暫時的 就很普通啦 我很少碰到那個小菜不厲害的店 好 就普通 那以上都是我個人的感受 好 那最後是這間店的名片 那我剛講就是可以當做一個參考 胡桃米粉湯黑白切 那是寫胡桃台大公館店 這是新的店 地址在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4向8號有 覺得蜜粉湯很好吃啦 但是其他類的就稍微普通一點 那是我個人的看法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掰掰 今天我們會有照合 會不會 要靠近